好 想要知道自己有沒有染疫 未來不只可以到指定的快篩站 來做警察 衛福部長陳時中 今天在立法院打巡的時候 表示 目前已經規劃 未來民眾可以在診所自費進行快篩 如果呈呈陽性的話 政府會給付 而面對國民黨立委不斷的點名 疫情爆發就是因為四月中開放 機組員檢疫措施改成三加十一 陳時中還是堅持疫情破口 不是因為三加十一 感染源頭都還在調查當中 五月二十二號 諾富特飯店二館重新啟用 外牆可以洗乾淨 卻衝不掉立委的質疑聲浪 追究放寬國際航空機組員 檢疫措施的三加十一 是疫情起始點 還沒接過前 陳時中先一肩扛起 從這一期本土個案開始 五月十五號雙北三級警戒 五月十九號全國三級警戒 重災區萬華從人身鼎沸變成空城 陳時中記者會上 還為警察染疫哽咽 何時解除三級 還看不到鏡頭 還為紓困預算到立法院備詢 心力交瘁被拍到閉目養神 疫情沒有中場休息 立法院暫時只能靠分流降低風險 被要求設快篩站陳時中答應了 但就在快篩試劑產量足夠 下一步呢 在診所快篩還有專業醫護幫忙 但如果照藍營立委 向上的藥妝店設快篩站 到底誰來幫忙篩檢 會不會反而更增添風險 得先看民意 知不支持 華視新聞 彭冠麟 台北報導